我瘦了吗? 没有,看着烧下壳 今天是第二个星期 sleaming world 减肥的俱乐部第二星期 昨天又没睡好 昨天整个是失眠的 所以真惨 现在是早上的星期三,九点半 再继续尝试 第二个星期的我 我瘦了吗? 好,我在这里了第二个星期 希望我能有些成绩 现在我们都在这准备 正在这准备 再称一下体重 然后排队 把这个本子交给一个负责的 然后再继续邀一下我们的体重 然后再进行专业辅导 昨天我没有睡好 所以很差很难受 昨天一点才睡觉 大家都在排队邀了挺重 我也邀过了 他们说是应该是 这个女的邀了我 左边呢她邀了我 会说我比原来轻两磅 比上个星期轻两磅 坐在那旁边站起来的这个女的 是她搞的这个活动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三 这是我 从上个星期三减肥 今天是 整整一周 我早上去了 那个俱乐部 刚才大家看到 匆匆拍了一两个短的小视 小镜头 嗯 不知道我瘦了吗 我瘦了吗 然后我们第一件事 大家都排队 排队 交钱 称体重 我昨天晚上是 严重失眠 可能下午喝咖啡喝多了 于是真的就 不困 然后现在看 嗯 国外民运这些事情 看到我真的 很乱 所以冬看西看的了 看到自己也 真的睡不着了 结果 早上很难受 都快九点了才醒 然后九点半 就要赶到那个教堂 于是我滴水为尽 嗯 快快擦把脸 就进去 走过去 然后呢 称体重 我就心里想 好 上次 我去医院做蒲检查的时候 我本来是 10 Stones 10 5 5 大午餐 喝了一瓶水 一只苹果 就变成 11 嗯 结果昨天一要 今天早上一称是 嗯 我从 10 10 10 13 lbs 嗯 就总之那尾数 从13 他称的结果是 放到11 于是 那个 女人就说 哎呀你瘦了 我说太感动了 耶 这样 根本 我知道这根本就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根本就不是真的 哈哈 因为我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去称我那个体重的时候 我滴水未进 而且期间去了三次打厕所 所以 所以我相信 可能瘦一点点 从心态上呢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 你说积极的说 啊 注重健康了 知道自己吃什么了 从嘴 把关 吃什么健康 吃什么不健康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是小心了 其实我上一星期 言个人说就喝了 这么高的半杯啤酒 嗯 没有怎么吃肉 普通吃 嗯 吃过鱼 然后因为 这边有 有记录嘛 它有一个 就是你每一天 我基本上早餐都 早餐都不吃的吧 早餐确实没有胃口 所以就基本上早餐不吃 于是就 吃 午餐跟晚餐 午餐也 一点钟 开始吃 晚餐 午餐六点七点才吃 嗯 这是一个方面吧 就是说我 我感觉是 这个腰 腰部的那些 呃 脂肪已经是 就是 去减少了一些 肚子呢 我也感觉 确实是 少了一些 一点点而已 真是这样 嗯 一个星期 最后就是每一位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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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重之后呢 这个主持人呢 他就会说 啊 啊 张三 啊 你一下捡到了 哦 一个星期你捡到了 三磅 耶 大家拍拍手 然后离四 啊 你又现在捡了多少 嗯 嗯 从你一开始到现在 你捡了啊 五磅中浪 然后大家又拍手 又喜悦一下 然后说到我 他说啊 你是新来的 嗯 什么感受 第一星期 我说嗯 我的身体问题很多 而且 我相信 减瘦一些一定是 一个健康的 啊标志 嗯 然后 他说啊 你捡到了两磅 很棒 我说谢谢 这样子 嗯 我确实是很好奇 我要知道 到底这里边说了什么 到底怎么做 嗯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三 会到 嗯 旁边的一个 Pub Pub就是英国人喝酒 不 基本上不是吃晚餐的地方 嗯 Pub主要还是喝酒 大家聊天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 我们会九点半 在那里在 大家再聚一下 嗯 我左右看一下 这些参加这次减肥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 呢 减肥俱乐部呢 这一点呢 这个这个 嗯 确实是都是 嗯 上了年纪的有 我说百分之 嗯 七十吧 中年的百分之二十 嗯 青年的 刚刚生过孩子的 妈妈 嗯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嗯 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都非常友好 然后 然后 后来这个主奖呢 这位女士呢 她就拿出这本书 这本书就 嗯 会记录我们每个星期的体重 嗯 她一直在讲一件事 就是说 不要饥饿自己 她一直在说这件事 不要 不要 饥饿法 不要把自己饿饿得很惨 嗯 要健康的吃 嗯 我看到了 其实 我仔细翻了翻 她这里边 所有的这些 大家看到 让我们吃的 这盘中 盘子里的 她是说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说 三分之一的菜 三分之一的面 土豆 然后三分之一的肉 基本是这样一个比例 她一直强调少油 少油 然后 肉 菜 跟土豆 嗯 基本上是 这样一个比例吧 这 她提倡说 水果可以大量的吃 啊 就说 嗯 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其实我都试了一轮了 效果不是太好 我原来就是吃大量的水果 吃水果餐 我唯一的 嗯 弱点是我没有坚持 我总是在 嗯 就好像 精神上也 也好像也 够了烦了 然后身体也出现疲劳 于是就没有再坚持 于是就放弃 那就没有剪到非常彻底 他们可以吃什么 雪糕啊 可以吃蛋糕啊 这样子 然后这些食品 其实看了到最后呢 她会提醒你 像这样的早餐 这是英国人的大早餐 包括鸡蛋 香肠 啊 还有一些黄豆 这罐头里的 然后还有 蘑菇 还有西红柿 这都是 煎了煎过的 火腿 这是其实严格的说 我最后一翻一看 我说这都是 咱们中国人吃的 你看咱们中国人 根本就没有蛋糕 因为他们 这都是中国人吃的啊 我们中国人的普通的饭菜 就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英国人的食谱里 他们永远会有蛋糕 永远会有巧克力 永远会有那个雪糕 你到任何一个大村子 还是小镇子 你任何一个什么社会活动 还是大事小急的 它都少不了 最后我在医院的一个 很小的一个就是按摩大腿啊 假如说你骨头错胃或怎么样 他们也是从东方人学来的 这样这种地方 一个在报道你就是我到了的 这样一个一个地方 跟那个登记的小姐是我来了 那它就在你的左手边都有那个 那些甜的叫什么吧 就是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吧 硬果都好像咱们说的那个 芝麻饼那样的东西 你说你在这里哪一家咖啡店 你会看不到蛋糕 所以我发现它整个整个减肥 所谓减肥的这个食品 完全就是教你 你要是有可能脱离蛋糕 脱离雪糕 脱离这些甜品 吃一些健康的原始的水果 原始的硬果 还有这些 我们中国人天天就吃这些啊 这我们中国的食谱里 哪有什么甜品啊 没有甜品才是健康的嘛 是吧 它们各种的什么知识 知识蛋糕 这些参加的很多这种合成的食品 所以我就最后我就发现 哎 英国人的这种食谱里头 就是因为充满了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它们才过胖 因为它常年的吃 顿顿的吃 所以它们一把这些砍掉了 一个星期就可以瘦到四斤 瘦到五斤 当然它会做宣传鼓励你啊 它一下瘦到了三个月内 今天在我后面排队一个女的 是年轻妈妈 她是几个月吧 她说四五个月 她剪掉了三十斤 这是非常成功的了 我相信她就是 把知识 把蛋糕 把一些什么咖啡 把什么雪糕这些寄掉了 那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简单 反正我目前这么看啊 我也不吃这些 我吃的很少 所以我现在要吃的更少 好 这是我减肥一周 怎么样 我瘦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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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瘦了 我瘦了 我真的很瘦 我可能不会再给大家跟踪那么多视频 我会一星期录一次 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 有很多网友在鼓励我 健康更要紧 所以我一边减肥一边找回我的健康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 谢谢您 谢谢您